香港金管局日前宣布放寬案 揭成數限制協助市民換樓 但未保地價的居屋業主 及有意購買二手居屋的市民並未能受惠 於是多位議員參與的立法會G-19於上星期舉行了 活化居屋二手市場交易新建議 記者會並公布對 活化居屋二手交易的共同倡議 他們建議將擔保期延長至60年 此舉是可以活化到居屋第二市場的潛在供應達30萬個單位 不者事實分同意 也認為議員對市場的理解非常準確 反映新一屆議員的確是接地氣的 建議書指出 目前約35.2萬個居屋單位中 有31.3萬個 89% 柳齡達20年以上 當中31年或以上的更佔四成 面對柳齡較高的居屋單位 因為現時防委會為居屋單位提供的按揭保證期指示 30年減柳齡政策 令大部分單位因為老化而未能獲得合理按揭 更多的是出現無法批核 部分准買家 尤其是年輕人 根本無法承擔極之高昂的首期金額 黃倫緊接一連串的律師費 印花稅、地產代理佣金等 有關的按揭貸款保證期 由首次轉讓起計最長為30年 即是說樓齡越高 供款期就越短 令到每月供款額都非常之高 如果心移居屋的樓齡超過20年 部分銀行不批出合理的按揭年期 如20年或以上 當樓齡超過20年 銀行會因應按揭保證期 30年減樓齡 縮短還款年期 令到部分基層的准買家無法承擔高昂的首期 和供款金額 又或者收入未能符合壓力測試 從而令整個居屋第二市場接近冰封 根據居屋第二市場的數據 的確是出現結構性的收縮現象 白居二 申請中數甚高 顯示需求甚為因切 但是成功交易個案極低 其中以白居二2020 申請中數高達11.7萬宗 而配額數目為4500個 但成交中數緊達2100宗 成功率只得47% 有超過半數中簽者 最終未有營購到單位 若果情況持續 未保地價的二手居屋單位 將失去作為房屋供應的主要來源之一 防策低效率是大問題 無論什麼原因政府都有責任去提高效率 有需求但未能準確配對 不是一個理想的情況 香港特區政府不應該容許 二手轉流率低這個情況出現 這會令政府只能不停增撥資源密地 興建公屋解決問題 亦會令到香港的房屋政策 在庫戶問題的解決上不甚理想 升到香港的制裁 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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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